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視頻 記不記得上次大家有看過一個在奧克蘭公園的一個視頻 那現在呢 我想深入的帶大家進來這個奧克蘭 它的這個內外一個地方呢 其實以前十幾年前、二十年前 這個地方並沒有這麼高燒 但是主要是人們呢 他們過於比較 我覺得是 然後在接下來很多情況下 他們並沒有好好的妥善 對自己的人生復成 所以呢 會導致今天在奧克蘭有很多不同的問題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其實政府已經幫了很多 但是這些事情不是說他們今天都解決嗎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但是在這附近呢 真的是非常讓人感到難過 因為這附近簡直就是 不是破車呢 就是有一大堆這些流浪漢 那這些流浪漢就屬於屬二的 就排擠在這些地方 那基本上呢 這個地方應該不是廢棄 沒有被唾棄 我這樣講 那基本上大家還是過得很OK啦 並沒有很糟糕的情況出現 那只是說呢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要為大家感到 這邊的人感到有點無助 尤其呢 這個 現在這個 在美國這個 長假又開始了 長假對學生呢 對其他人來講 是一種快樂 但是對於一些 現在對於一些中產階級 或是對一些 像這些流浪漢來講 他們就變成是一種 假日變成一種奢侈品 並不是一種很快樂的一個 一個代表 那其實十幾年前 二十年前 奧克蘭真的是不錯 可以跟舊金山啊 舊金山也沒有說特別好 但是就是在奧克蘭這個區 並沒有這麼糟糕 那近起來它變成這麼糟糕的原因呢 其實就是 在於自己人民 也沒有好好的把握一些 能夠改善的機會 然後近而然呢 久而久之大家都自甘墮落 然後自甘墮落以後呢 就造成這樣的一個局面 自甘墮落 然後沒有好好的 對自己的人生負責 那最後呢 就造成了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們再往前走一下 那情況 有說很糟嗎 也不聽說特別的糟 也只是說 現在呢你就會看到 可能很多人 不一定是住在這附近 但是 情況上就不是 這麼的好 那 就像我之前說的政府幫了很多忙 那這些 有關於這些 不管是流浪漢啊 沒有居所的地方的人啊 或者是對一些 生活環境比較差的人 那這些 嗯 情況下就是 他們也想辦法去改善 但是 並不是這麼的容易 事情不是這麼 就是說這麼的簡單 說可以解決就可以解決 因為 畢竟 真的是 要花很多的經費 那當然呢 再重複一次 經過了這個 疫情後呢 這些情況就變得更糟 更加的混亂 更加的糟糕 我們沒有辦法去想像說 這樣的生活是怎麼樣子 我們也沒有辦法去想像說 一個人能夠在這樣的情況下 生活多久 但是我們能夠確認的就是說 沒有一個人 這事業上不會有一個人 想要這樣子 做這樣子的生活 過這樣子的生活 對不對 我們繼續往前面走 重近一點 這蠻多破童爛題 尊敬 對他們來講人生是個什麼樣的一個道理 也許不該這麼說 應該說對他們來講 他們有辦法去改善生活品質嗎 這個問題真的是令人尋味 就像我說的 當一個人自甘懦惡的時候 不是說政府的問題 而是他們本身就沒有足夠的辦法 來幫助他們自己 再加上如果你本身問題就多的話 拉丁人、黑人、非裔族群 他們又很喜歡生小孩 那如果你在很年輕的時候 並沒有這些本錢 然後你又生了一大堆孩子 那你就得要長短 到這樣子的一個後悔 對不對 因為你自己沒有辦法生小孩 沒有辦法養過自己 然後你又生了這麼多的孩子 那這下場是怎麼樣的 我們真的不清楚他們的未來會如何 但是這一切是誰造成的 這一切的一切 這一切的悲劇 這一切的問題到底是誰造成的 是他們自己自甘購弱的 慢慢走向毀滅 還是另有隱情呢 這一點我們就不得了解 就不會決定他 為何你想要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